生活物資都沒有問題 那也很謝謝 就是那個政府有 那個 有幫我們做好真事的隔離這樣子 剛從武漢翻台的台胞 戴著口罩透過視訊接受訪問 談起終於從武漢回台灣的息怒 歷程心中充滿感謝 我想謝謝那個大陸方面 還有國台辦 四台辦還有那個海集辦 還有那個我們一些政府官員 還有勤務會还有一些那個 我們在那個 湖北當地的一些製工群的幫忙 那如果沒有大家幫忙的話 我們是回不來的 247位台商要在檢疫所展開 VR1214天的隔離 不過原本傳出5號 還有第2批的台商要返台 卻被陸委會否認有這回事嗎 第2批呢 現在還是在通知 說今天要來 今天要到武漢報導 尤其是外地的部分 那他们还是原定明天的飞机 那目前我现在没有收到 有变化的情绪 第二批台商会不会准时回来 甚至更不排除会有第三批 就看两岸如何协商 不过除了武汉之外 包括温州以及杭州 也先后传出封城 当地的台商有申请专机 返台的打算吗 这个台湾媒体报道的封城 其实这边是没那么严重 因为主要是属于预防措施 比较偏向的预防措施 每两天一个家庭 每两天可以出去一个人 去外面采买 那么采买呢 也尽快到市场那边 去买的东西回来 但东西物资都还算OK 都目前没有匪夸 比如说我们要出门 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就是你进出小区 他都会给你量体温这样子的 那就是除此之外 其实生活上没有什么 特别的改变 虽然疫情持续扩大 不过其他城市疫情 不像武汉那么严重 台商目前也没有撤离的计划 毕竟回来台湾不但要隔离防疫 甚至让家人戎罩在被传染的阴影下 在当地做好防疫措施 或许是目前台商们最好的选择 环宇新闻林志鹏 徐国豪台北报导 本来的第一件事是北京%的 两个人是北京%的